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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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跟同學介紹 其他的意識改變的狀態 有催眠跟靜坐還有藥物的影響 在這個之前我先回答同學的幾個問題 有同學在問說我們上次講的預下訊息 也叫做預下知覺跟觸發有什麼差別 我再用例子再跟同學做一下說明 所謂的預下訊息 我說過它是在我們的 比如說感覺的標準以下的這些刺激跟訊息 我們並沒有意識到 在我們的腦海裡面 我們並沒有意識到它的存在 或者是它的發生 可是我們透過一些技術 或者是透過一些作業的表現 可以來去呈現說 我們的確是知道它是在的 然後是受到它影響的 那預下訊息的實驗 比如說 我給同學呈現 10個詞彙 10個詞彙 10個語詞 那這10個語詞呢 我用非常快速的速度 通常如果一個刺激出現 假設超過500毫秒 就是0.5秒的時候 基本上我們大概都可以知道 我有看到這個刺激 可是如果說它的出現是低於150毫秒 或者是50毫秒 它就是一出現很快啪 就是過去了 那我們會問受視者說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語詞到底是什麼 他都會跟你說他沒看到 如果以這樣的速度 我呈現10個語詞給你 那大家都會說 我這什麼都沒看到 然後之後呢 我就再出現20個語詞 那這20個語詞裡面呢 可能有10個是剛才出現過的 有10個是剛才沒有出現過的 那我們要檢查的是什麼 我們要檢查的是說 在剛才那個已經很快速的 50毫秒出現過的這些語詞 讓受視者去辨認說 這個語詞你剛才有沒有看到 這個語詞你剛才有沒有看到 包括那10個心家的20個判斷裡面 那受視者要去說 有我有看到 沒有我沒有看到 就是4跟否的反應這麼簡單 結果實驗的結果發現 對那些舊的語詞 受視者的正確再認率 是高於50% 也就是說他不是隨便猜猜 隨便猜猜大概幾率是1 2分之1嘛 因為只有4跟否 可是他可以正確再認說 對這個是他剛才有看到 雖然他不認為他有看到 可是他按那個舊詞 為那個yes的那個案件的比率 是正確 好而且是很高的 那平均可以高達到80% 那這樣子的研究結果 就可以來說明說 雖然那個刺激的出現 非常非常非常的短暫 在我們的意識裡面 並沒有認為說 我有接觸到他 可是他還是 但是的確有透過我們的神經的傳導系統 傳到我們大腦 存在我們的大腦裡面 那這個叫做 玉下的知覺 就是在我們的絕對玉以下 所形成的這個訊息存在 這樣子清楚嗎 這樣清楚嗎 可以 如果還是聽不清楚要舉手 那什麼叫觸發 觸發也是一種來去說明 刺激在我們的 就是說 在我們意識 就是說 被意識的層次上面 來默默影響我們的 只是他是用 這樣子的實驗程序來去證明 那通常觸發 比如說 比如說我出現 醫生 一樣喔 就是比如說像剛才一樣 出現50毫秒 很快就過去了 然後再出現護士 好 先出現醫生 他的順序是 先出現醫生 再出現護士 那出現醫生 做事者只是看 很快就不見了 他並不認為他有看到這個東西 有一點點像癒下知覺對不對 所以你們會覺得搞混 但是我們的目的不是在 對啦 也是在測這個的影響 可是 這樣子的實驗程序 我們叫做觸發 我先講一下 我們先出現醫生 假設我先出現50毫秒而已 出現完了 他就不見了 可是我是讓受試者 說 等一下有一個 詞語出現 好 你要告訴我這個 詞語到底是什麼 那就出現護士 一出現的時候 受試者馬上就可以知道 那個是護士 好 那出現這個護士的 受試者的反應時間 我們叫做RT Reaction Time 第一個 另外一個呢 我們再出現另外一個詞 譬如說 地板 我們用相對性的好了 你的同學說 這兩個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不要用地板 我們用 譬如說 律師 也是人 職業 好 然後呢 下一個 一樣是出現護士 好 在不同的實驗程序當中 某一次我出現 醫生 護士 另外一次呢 我出現 律師 護士 我們一樣都是對護士去做反應 結果發現受試者在這樣子的狀態底下 他對護士這個語詞的辨認速度 會快於 在這個 配對的語詞上面 好 就是醫生跟律師都是很快的 50號秒就不見了 我並沒有知覺到 可是在 當我下一個要判斷是護士的時候 在這樣子的順序底下 我對這個護士的反應時間 會顯著的快於對 這個護士語詞的反應時間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 原因就是 因為當這個醫生的詞彙出現的時候 我們在我們的經驗裡面 醫生跟護士 是屬於醫療體系的 而且他在我們的概念裡面 他是一個非常強烈連結的 職業或人 所以當他出現的時候 那個他的相對強烈連結的這些刺激跟概念 就會被我們從長期記憶當中提取到某一個緩衝區 他已經stand by 在那裡了 所以當下一個出現護士的時候 沒有 我要去抓取就很快 可是如果我之前是出現律師 雖然是很快 我並沒有知覺到 可是我下一個要出現護士 跟他有沒有很大的關聯性 沒有 所以當我去判斷下一個護士的時候 他的反應時間 就會比較慢 因為我等於說我要 要重新到長期記憶裡面去抓取 這個詞叫做護士 那同學不要認為說 這個反應時間差很少 在統計學上面 如果我這樣子的配對的組合 給你出現個二三十次的 這樣子的一個累積 所取的平均數 那個穩定度 結果的確是可以用統計來去 彰顯出他的很顯著的差異 那這個就是表示 我是透過這個醫生的線索 來去觸發 讓我這個護士的這個反應 我這個受視者的反應 能夠比較快 能夠比較快 那這兩個 這兩個都是來去支持什麼 潛意識 潛意識的那個層次的存在 只是他 那這個是等於說 用在任的作業 來去呈現 這個是用 就是觸發的實驗 程序來去呈現 這樣子 好 這樣 有 比較幫同學釐清嗎 有 如果 如果還有問題 好 那個還要再問喔 好 上次我們談到那個睡眠 睡眠 睡眠不是說 一天裡面我們八個小時有 大概會 有幾個循環的週期會 從潛睡到熟睡 大概五六個週期 而且在研究上面是 幾乎每一個人的睡眠週期都是 還蠻穩定的這樣子 除非你有刻意的去去影響你的睡眠 好 那同學在問說 深眠跟潛眠的階段怎麼分 因為同學說 他們回去以後就幾個人就很 你們知道是誰這樣 好 就很有意願去做這個實驗跟研究 結果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好 好 我試圖來解釋他們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說 深眠跟潛眠的階段怎麼分 因為你們是你們自己去看的 所以他不是透過一個 精密的科學儀器 那個儀器 比如說腦波儀 你可以從儀器裡面去做判斷說 他現在是在什麼波 然後來去判斷說 這個睡眠的人 他現在是潛眠跟或者是熟睡 如果你們判斷一個人是潛眠或熟睡 要怎麼判斷 潛眠通常就是你一咬他就醒了 或者是他自己知道 現在旁邊有人在講話 可是他很想睡 這樣子那個叫潛眠 可是他又隱隱約約聽不太清楚 到底在講什麼話講話的內容 對他來說就是聽不太清楚 但是他這個隱隱約約好像會被干擾到的 這種叫做潛眠 這樣 那熟睡就是說 你即使在宿舍裡面走動吃東西 打電腦 對這個人來說完全都沒有影響 就是說他完全沒有接收到 這樣子的聲響或訊息的時候 那就表示他還蠻熟睡 這樣子 那如果要由看的人來判斷他是潛眠跟熟睡 這個就比較難 如果說通常熟睡的狀態是 你的身體不太會動來動去 你就是貪在那裡就是 如果是潛眠的話 你會看他就是會翻身 或者是動一下 那基本上都還是在潛眠的狀態 我只能這樣講 不然你就是稍微去叫一下他 看他有沒有反應 如果有反應就是潛眠 如果你這樣子搖他 或者是叫他 他都沒有反應 那就是熟睡 就是說在用個人觀看的角度 我們只能粗略這樣子判斷 不然就要用比較精密的儀器 在實驗室裡面做操作 然後第二個問題說 每一次睡覺都會做夢 好這是研究上說的 但是那個眼洞時期的那個睡眠 他說一直都抓不到 那是不是很短 如果從週期我們來算算看 八個小時 假設我們說五個循環週期的話 差不多從潛眠到熟睡 這樣子差不多一個半小時 一個半小時 那從潛眠到進到眼洞期 差不多三十分鐘到四十分鐘左右 的時間 但個人有個人的小小的差異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觀察 你說那個持續的時間會不會很短 如果再分給熟睡期 可能頂多五分鐘十分鐘左右 那最好的判斷方式就是 你看他的眼睛有沒有 就是比一般的時候 那個移動的速度快一些 動的頻率高一些 因為我沒有跟你一起看 所以我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抓不到 是因為那個同學的眼睛都閉得很緊呢 還是說連你自己都在減眠的狀態 這我就沒有辦法判定 所以你們可能再試試看 當然找到 就是你一定要在觀察的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清醒 在那邊陪著他 然後 最好是找那個眼睛半壁 睡覺是眼睛半壁的那一種 你可能必須比較憨 如果是全壁的 你就真的很難從他的那個 皮膚的那個震動 來去觀察 這是我的建議 好 然後 同學問說 應該隔多久叫他們一次 要看你的目的 如果你的目的 是要看他有沒有在做夢 那當然是 當他眼動的時候去 去叫他 而不是看著時間 因為這個時間還是會有一些 差異上的那個 彈性